今天較早之前查出來的結果 我和玉奶奶今早都分別在香港回來韓國 持續了想吐大概五天 Q&A都是最多最多人問我的 就是有沒有結婚的計劃 有些人真的很有名項目標 覺得自己幾多歲就要結婚 幾多歲要生小朋友 但我是沒有的 我自己幻想中可以養一個小朋友的條件 我要送他出國讀書的 我要做最好的東西是他的 所以我自己一定幻想 我一定有超級充裕的經濟能力 我才可以生到一個小朋友 他說一個小朋友最需要的不是錢 他說是外圓的 一開始我在澳洲的第四五天 其實我就已經很不舒服了 每一早起床的時候 都是很想吐的 我們一開始就以為是吃得不夠多菜 可能我吃了一些生蠔 我人生都經歷了兩次腸胃炎 都是因為生蠔 我們在澳洲回香港的時候 我自己在機上看了第二次的Oppaheimann 它裡面超多吃煙的場面 看著那個場面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很想吐 我一開始有直覺就想我會不會是吐了 因為我通常腸胃炎都會餓的 但是竟然這次沒有Oppaheimann 下機的時候就跟他說 其實我會不會是有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應該就不是 因為他也有點不舒服 但他說其實他也有點不舒服 我就想可能我想多了 那我就說不用買了 直到在香港回韓國那一天 早上我搭的士的時候 感覺到自己有點不舒服 很想吐 我就逼自己睡覺 當我知道快到的時候 我就醒了 但是那個位置 塞了十分鐘才真正下車 一打開車門 我就立刻吐了出來 然後司機就說 你是不是要找車了 我說沒有吃早餐 好像吐完之後 然後就舒服了很多 其實我剛才也吐完一次 那我回到韓國就立刻去看醫生了 本身我們下午去了看內科 因為新年其實到醫院都不開 那他就問我有什麼症狀 就是說我很想吐 他就開了一些胃藥給我 不夠三分鐘出來 然後去到藥房 他就配了一些胃藥給我 以防萬一買多了一支五印棒 我就首先決定測了 如果真的沒有 就吃那個胃藥吧 藥局給了一支 他說會很快出result的棒給我 我去廁所拆了 而且那時候我敷著面霧 一開始它很快就紅了 然後有一條線出現了 那時候我看到有一條線 我真的沒有了 可以吃藥準備 到門剛剛打開 房門還沒打開的時候 然後再看一次 為什麼這麼快就變了兩條線 不是啊 舊東西壞了 舊東西壞了 之後我要跟大家說 最重要的反應是 我好像敷著面霧 那樣子很醜 就是打開門 他聽到我少少說 蛤? 這樣的時候 他已經在陰陰嘴笑了 就是現在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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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東西壞 你說你今天晚上很晚了 你怎麼說 你今天晚上很晚了 你怎麼說 你今天晚上很晚了 其實我好像很緊張 但是我這樣說了 你不是吧 不是吧 然後就說 你跟朋友們都說 你不是吧 然後就說 真的嗎 啊 還有三個小時 你不是香港人 然後就說 他就說 這兩個人 插完第一次 你覺得很難以置信 你就會再去買多一條 就再等三個小時 再再插多一次 那怎麼知道 兩支都是兩條線 那都很大機會 這三個小時 你怎麼會是 反而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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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反而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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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是 12月左右開始 沒有特別做 避引和避印的 我一直有看很多其他 怎樣懷孕的分享 那我也見到 其實很多人都是要 嘗試很多次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想過這麼快 還有一樣東西挺有緣的 就是我們在澳洲的時候 去了一個朋友家 有兩個小朋友 我生日那一天特別EMO 很記得有誰沒有跟我說生日快樂的 那一晚就整晚都睡不著 失眠地想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想的事情 就是想著今年想拍到有節目 所以我就聯絡了一個導演 我們大概說了一個計劃 已經說好了我們新年之後再一起討論 導演後來有問我 我們已經跟上頭說了 然後打算打給我和我聊一下詳情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了 我今年應該拍不到 因為原來我有了 第一時間知道的時候 反應是有很多工作我要暫停 所以我一個best friend結婚 今年我要去做姊妹 我第一時間都有跟他說 因為我最想起第一件事 究竟我還能不能做到姊妹呢 還有我可不可以去別人婚禮呢 而另一個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第一次照超聲波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我從未有的感受 我一照的時候 突然間很緊煙 很激動 眼濕濕的 今天是回到來韓國的第二天 也是我昨天做完這個task的第二天 但是我們最快預訂到可以做產檢的時間 是兩天之後 我們其實還是處於一個等待的狀態 又未能夠好好跟家人說這件事 因為打算等真正做完產檢 確認所有事情才說的 第二天的心情都是挺輕鬆的 我們只是想快點去檢查 真的很想知道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知道了的結果我才可以再好好計劃 終於到了期待的今天 今天是2月14日 剛剛好 我今早沒收到DM說情人節快樂 我都不記得原來今天是情人節 我再走一趟 我再去找牠們 我來找牠們 我們去看牠們 我來找牠們 我去看牠們 這就是牠們 我去看一下牠們 我們去看牠們 然後在最近幾個月 你去看牠們 可以看牠們 看牠們 在拍牠們 我剛才照片的時候 忍著不哭 不知道為什麼一哭 不想哭 你先吃飯了 你先吃飯了 不知道說什麼好 剛才我覺得很震撼 真的有看到的時候 第二就是沒想過其實已經這麼久 我猜應該都是四個星期左右 但誰知道原來已經是六個星期 再加五天 我們估計他應該是十一月左右出來 但原來不是 他估計是十月左右出來 嘩 原來這麼快 但我想實質經歷的時候不會覺得很快 應該會覺得這一年很漫長 剛才剛踏入三字頭的第一年 真的沒想過這件事會發生 其實我覺得那些都有點不信 那些人是看著鏡頭 為什麼看著鏡頭 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太小了,所以就不見了 我剛才進去的時候 我剛才進去的時候 孩子們就變成動了 那時候我好像有點沉悶了 我也認識了 從我演講了 我閒不見的人 我被人說過了 真的就在動了 我跟人流行動了 我好像有點感受到 有點感受到 真的 然後我發集了 我聽到說 我聽說 我聽一下 我可以去居住 之後我 teenager份 我大概只能先登到 我兩個三十一年前 我我一次性命的時候 所以兩三十三年的 verification 我覺得二十三十年的課 我一天一半就再去聊天 一直聊天 你這問題是嗎? 我真的很想問 我小孩也不想問 我真的很想問 很感動的 第一次家人打給她 都是問我身體如何 有沒有不舒服 她不斷叫她好好照顧我 所以她很感動 而且她媽媽不是說 做了一個胎梦嗎? 她現在要跟媽媽說 她在家裡是 媽媽 生物 什麼? 什麼? 媽媽,你坐在手 真的嗎? 對 你敢說要不要這樣 你好嗎? 阿姨,阿姨 你以前有夢想做了好夢 你那是個夢? 什麼夢想? 他媽媽的夢想 他媽媽的夢想 他媽媽媽的夢想 所以她就在那裡 她就在那裡 你想說什麼? 你很想做的夢想 你還好嗎? 我們很優秀 我們現在是不幸的 對 還沒有時間 媽媽也這樣 媽媽也沒有時間 好緊張 喂 你在外面嗎 對 我在車上回去 我說有突發的消息 什麼消息 什麼消息 說啊 我知道了 我猜到 我現在車上有很多人 你說 我寫在WhatsApp裡 你說 都說 車上有很多人 發生什麼事啊 我完全沒有跟她說 自己是都要堅持猜是什麼消息 然後關了我的電話 Cyping 她說香港救我 不是啊 但也差不多了 笑到這樣啊 剛才去了趙超聲波 好麻煩 好麻煩 好 好 預唱期是10月 好 好 好 龍BB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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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說一些輕鬆一點的話題 就是我們的胎名是什麼 你自己說 Labi 她真的聽得明白我的名字 Walabi 我們在澳洲的時候 看到最多的就是小袋鼠 小袋鼠就是Walabi 所以取其名叫Labi 重點是她常常改名字 很難翻到中文 中文就叫拉比 對我來說應該是一個超級無敵 大的轉變 多了一個新的責任 還有新的身份 我對於做媽媽這件事 真的是新手的階段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很多東西都需要各位媽媽指鑑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見證著我們的心路歷程 大家應該對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例如是將來會住哪裡 會在香港生啊 還是韓國生 這些全部都在接下來的片 逐一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下條片注意 Bye Bye 好 我說前幾天 我就說我有點腸胃炎 然後我發現那個不是腸胃炎 我是你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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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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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其實本來是想看到Yanny才跟她說的 但是本來我們其實要一起做我們好朋友的婚禮姊妹 她就問我選了哪條裙 我就忍了很久 其實我今年做不到奇奇的姊妹 為什麼 但我會去睡 恭喜你 懷孕大家都是值得祝福的事情 我告訴你 你不想說真的 因為我前天去散步英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跟我說假的 我現在就直接離開了 我要跟你說一個消息 什麼東西啊 我只想到有了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你應該是我身邊第一個朋友有了 我要跟你說一下 我今天要結婚嗎 有兩個親戚 今天我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最重要的是 她跟你說 我媽 你不是眼神嗎 好多眼神 哇 喂啊 OMG 我去澳洲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腸胃炎 因為我吃了生蠔 但其實原來我不是腸胃炎 你又去做那些測試就知道了 你有了 我有兩個新的分分 沒錯 恭喜你 真的嗎 今天有多少人 七個 我們其實現在有八個人一起吃 你媽媽 你媽媽有沒有話要跟我說 她應該說你肥了 蛤 我還沒撈完 蛤 蛤 蛤 我都不知道 恭喜 那是突然的 我都不知道 神秘得見 我想你頭幾個知道 那天是你搭飛機 之後你說你很不舒服 又咬 之後我就說笑 你咬 恭喜 這個不是酒 我要分開我 是怎樣知道 因為事緣就是 我要結婚 然後跟鄭金玲說 要找她做姐妹 她也很爽快地答應 然後有一天 在來煮飯的時候 鄭金玲打給我 所以她說 我有話要跟你說 你誘了 然後她說 你怎麼知道的 我現在打給鄭金玲 你猜我為什麼要更新 我今年有兩個身份 是 真的嗎 是 我的天 好可憐 這件事 好可憐 這件事 兩小時後 我還在凹凸 我還在凹凸 你咬了嗎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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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